系列电影《洛奇》中的主角 洛奇·巴尔伯厄早已风光不在 拳击类型的游戏也是如此 拳击类游戏火热的年代 都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北京深奥陈梅城还没个准线 周杰伦还没出道呢 新瓶装舅舅 显然没法复现拳击游戏的往日荣光 尽管大龙龙声拳击 信条冠军很好地还原出了 上世纪末那种味道 但遗憾的是 Servius工作室做出来的这个游戏 实在是盘不活拳击游戏圈子的这坛死水 大龙龙声拳击信条冠军 是第二部由Servius开发的 洛奇和奎迪系列的电影授权改编游戏 第一部作品《信条荣誉崛起》 发布于2018年 这是个VR游戏 玩家反响不错 这座信条冠军中没有任何VR元素 除了直接照搬的 那帮子虚构的拳手之外 和信条荣誉崛起 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 游戏上手难度不大 有两个出拳的按键 一个能打出特殊拳法的按键 和一个格挡的按键 格挡时机足够准的话 还能躲过对手的出拳 再给出一手还击 拳手的比赛风格也是花样繁多 亲自上手体验下压迫型选手和重炮手 就能感受到区别了 对着手柄乱搓一通 基本上能打赢低难度的所有对局 如果打不通的话 多练练伤害大的一些勾拳和攻击距离 远一些的上勾拳也行 在难度高一些的对局中 对手喜欢用组合拳和还击 把玩家直接放倒 这时候要些策略 得多躲闪 用还击打断对手的攻击 信条冠军这种异于上手的操作 实际体验起来并没有多大问题 但这些拳击手们 每次微调微移的动作 像是开了慢动作一样 总感觉怪怪的 更恼火的是 对手AI总是能用特殊拳法 打断我的特殊出拳 而我却打断不了他们的 就让人头大的是 对手AI每次都能在被 三次击倒后的十秒倒计时内起身 而我就算是使出了 机关枪级别的手速来冲按键 也很难在第三次被打倒之后 从地上爬起来 信条冠军里的对战场地 布置的太单调了 重复度也很高 卖相算不上太好 就拿视频里的Delphi体育馆来说吧 船馆上挂着的话 是不是看起来超级逼真 结果游戏的每一面墙上 挂的都是这些话 见微之助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整个游戏的细节构造 基本上也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了 游戏中能做的事真没多少 接近模式中 每个角色都有一条独立支线 虽然说我这种洛奇的电影粉 只会去玩玩洛奇和阿波罗 这些电影角色的支线 支线做的真的没有给人 任何二刷的欲望 洛奇的故事写到 他和梅森·迪克逊的对决那段就没了 这剧情才到洛奇4啊 就算是预必在04年出品的洛奇传奇 都把洛奇5里面的洛奇和托米 那场比赛做在游戏里面了 游戏的故事情节 靠着文本框对话一点点的推进 有时还会加上些恩恩阿阿的语气 和拳手动作的例会 每个拳手的动作例会数量 用手指都能数得过来 满满的廉价手游感扑面而来 此外人物的性格实在是塑造不起来 这游戏里面最接近于过场动画的内容 也真的不见得比木偶戏好上多少 有时候还会出现故事主角和旁白对话的情况 但问题就在于 游戏里的旁白就是主角自己 不同对局之间还穿插了训练内容 但做这些训练 不会给拳击手带来任何数值加成 也学不到什么新技能 训练的得分也并没有什么用 除接机模式之外 信条冠军就只剩个能跟AI对战 或线下同频对战的对战模式和训练模式了 这个游戏不含联机 训练模式也就只能给你练练手 打一打你的室友 或者是来你家玩的朋友 在这个模式里面 各种加成效果可以随便堆 但也别太过分 万一有劲了 我们可不负责 这部游戏从电影中 搬来了几只比较名气大的曲子 剩下那些曲子就很一般了 大龙龙声拳击 吸引条冠军 没多少内容能够吸引玩家继续玩下去 电影的粉丝们兴许也不会特别感冒 因为它的游戏模式 游戏内容 和整个游戏的氛围 实在是太糟糕了